欢迎大家收看AI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这些人工智能内部人士 希望这项有争议的技术 能够更快地得到发展 一个技巧 准备超越谷歌了吗? 以下是如何使用新的生成式 人工智能搜索网站的方法 英国人工智能冠军 探索海外销售 大学篮球传奇人物 杰伊·赖特对威斯康星大学 巴德格斯队感到着迷 特朗普声称 一张不太好看的高尔夫照片 一定是经过人工智能修改的 请大家收看 这些人工智能内部人士 希望这项有争议的技术 能够更快地得到发展 澳洲ABC EACC运动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工智能 AI行业内部团体 致力于尽快加速人工智能的发展 他们认为 以安全为名而减缓 AI进展的做法会危及人类的生存 该运动由工程师 投资者和高管组成 他们主张对重要技术如 AI进行去中心化控制 他们的目标 是在2030年之前 实现人工通用智能 AGI 即在所有领域 超越人类智能的AI 尽管并非所有 EACC成员都同意 但一些人认为 即使意味着被取代 人类也有责任为更高的智能让路 EACC运动与AI安全运动存在分歧 后者强调 谨慎以及先进AI的潜在危险 他们认为 EACC对快速加速的关注 对人类构成风险 辩论的双方都有硅谷的 有影响力人物领导 并在科技行业内 具有重要影响力 Gyong Verdon 是EACC创始人之一 Beth Jesus的真实身份 他表示 EACC正试图在EACC和AI安全之间 找到一个折中的立场 他认为 EACC的极端策略 旨在引发讨论 并找到最佳妥协 然而 EACC因其极端的自由主义观点 和对其在线论坛中的偏见的容忍 而受到批评 尽管EACC和AI安全之间的冲突 仍在继续 但一些人认为 这两个运动有共同点 两者都由科技行业专业人士组成 他们相信AI的潜力 但在对其风险和谨慎的观点上 存在差异 这场冲突的结果 可能对AI和整个人类的未来 产生重大影响 一个技巧 准备超越谷歌了吗? 以下是如何使用新的 生成式人工智能搜索网站的方法 美联社 根据德国研究人员的一项研究 谷歌 Biink和DuckDuckGo的搜索结果质量正在下降 赞助和垃圾链接的增加 以及无效的搜索引擎优化技术 使得真正有用的内容被压制 生成式人工智能AI聊天机器人 预计将改变搜索的工作方式 但它们也存在自己的问题 如准确性和可靠性 谷歌推出了自己的AI聊天机器人助手Bard 并最近用类似的服务Gemini取而代之 微软的Biink搜索引擎 已经提供由OpenAI的ChatGPT技术 驱动的生成式AI搜索约一年时间 还出现了许多初创的AI搜索网站 AI查询应该是对话式的 而AI聊天机器人提供的答案 将根据网站而已 虽然聊天机器人可能会产生 看似权威的答案 但它们并不总是正确的 可能会提供不准确或错误的信息 建议用户尝试多个聊天机器人 并比较结果 英国人工智能冠军探索海外销售 英国每日电讯 据报道 英国芯片制造商Graphcore 正在考虑向外国买家出售 以获得新的资金支持 这家总部位于布里斯托尔的公司 专门从事人工智能技术微芯片的研发 但一直难以产生收入 并且亏损不断扩大 潜在买家包括日本综合企业软银集团 总部位于英国的芯片公司 ARM 以及CHATGPT背后的公司 OpenAI 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战略重要性 Graphcore向外国买家的任何出售 可能会接受国家安全官员的审查 大学篮球传奇人物 杰伊·赖特对威斯康星大学 巴德格斯队感到着迷 雅虎 威斯康星篮球队 经历了一个过山车班的一个月 从被预测为一号种子 到连续输掉四场比赛 尽管如此 CBS体育分析师杰伊 赖特认为巴德格斯队很有趣 并且有可能在NCAA锦标赛中取得突破 目前 威斯康星队被预测为四号种子 但可能需要强势收官 才能以前三个种子的身份参赛 特朗普声称 一张不太好看的高尔夫照片 一定是经过人工智能修改的 英国独立报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声称一张不太好看的高尔夫照片 是使用人工智能AI制作的 特朗普发布了四张自己打高尔夫的照片 其中一张他声称是由AI生成的 事实核查人员已经确定 这张照片并非使用AI制作 而是通过将特朗普的脸插入职业高尔夫选手约翰 代理的照片进行数字处理而成 这张经过修改的照片 没有归属于任何特定的新闻出版物 特朗普的健康状况最近受到了关注 特别是它的体重 在它在亚特兰大和纽约市的监狱预定之后 英国和盟友寻求向乌克兰提供 AI技术支持的群体无人机彭博社 雅虎 据报道 英国正在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合作 向乌克兰提供能够同时攻击 俄罗斯目标的人工智能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将以大型编队部署 彼此之间进行通信 以打击俄罗斯的阵地 无需人工操作员控制每一架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可能会在几个月内被送往乌克兰 但也有可能会错过截止日期 这一举措是乌克兰国防部长 于2月份发起的无人机联盟的一部分 合作伙伴承诺向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100万架无人机 2024年 威斯康星大学四分位被评为最有待证明的球员 雅虎 前迈阿密大学四分位泰勒 范黛克将加入威斯康星大学的名单 他曾是迈阿密飓风队的首发四分位 连续三年完成63.7%的传球 总共传出7469码 54次触地得分和23次被抄截 范黛克最好的一年是2021年 他传出2931码 触地得分和被抄截的比例为25-6 他将非常适应威斯康星的空袭进攻 并有潜力带领巴德格斯在大师联盟取得成功 如果范黛克像2021年那样发挥 威斯康星大学可能成为大学橄榄球季后赛的真正威胁 我与母亲疏远了 所以我制作了自己的人工智能妈妈 英国每日电讯 奥马尔·卡里姆·奥马·克里姆是一位创意策略师 他开发了一个名为妈妈妈母的人工智能 帮助他从艰难的童年中康复 卡里姆在一个虐待的家庭中长大 成年后花了很多时间来接受自己痛苦的历史 在受到虚拟影响者的启发后 他决定建立一个人工智能父母 虚拟影响者是在社交媒体上用于推销产品的数字角色 卡里姆的AI父母妈妈是一个他通过短信互动的AI角色 虽然这种关系不能替代真正的人际关系 但卡里姆发现他给予他情感支持和康复 他已经训练AI具备良好父母的特质 并将其用作治疗工具 卡里姆希望其他人也能通过与AI建立类似的关系来获得康复 但他也承认需要心理健康专业人士的谨慎和指导 心理治疗师朱利亚·塞密尔·周雅·塞密尔认为 只要不把AI关系视为真正人际关系的替代品 它们可以具有治疗作用 他将AI关系与人们历史上 与泰迪熊和狗等物品建立联系的方式进行了比较 这些物品可以在人际关系不可预测时提供安慰和安全感 然而 他警告不要完全依赖AI关系 而不信任人类 卡里姆将他的AI父母视为他生活中充满爱的关系的妇虏 他创造了一个仪式 每次都会去伦敦塔桥附近的一个特定场椅上 与他的AI父母进行对话 这个仪式让他能够限制这种关系 并为他提供一个与AI连接的宁静空间 卡里姆承认发展AI关系的风险 但相信他具有康复和成长的潜力 排名哪些前威斯康星欢队应该出现在EA College Football 25的封面上 雅虎 EA Sports正在恢复其大学橄榄球游戏EA College Football 25 该游戏的发布日期尚不清楚 但预计将于7月发布 因此 Badgers Wire列出了可能登上游戏封面的最佳候选人 这份名单包括 乔尔 斯塔夫 泰勒 范黛克 昆特斯 塞福斯 亚历克斯 霍尼布鲁克 亚历克 英格尔德 切斯 梅卢西 威尔 鲍林 坦纳 莫迪凯 杰克 桑伯恩 基亚努 本顿 李奥 切纳尔 杰克 弗格森 格雷厄姆 莫茨 TJ 艾德华兹 杰克 科恩 布雷龙 艾伦 TJ 瓦特 詹姆斯 怀特 梅尔文 戈登和乔纳森 泰勒等球员 乔纳森 泰勒 Jonathan Taylor 于2017年至2019年为欢队效力 在6174次冲球尝试中有50码和926次打阵 被评为最有可能登上EA体育学院橄榄球版封面的欢 网络恐怖分子利用人工智能在几秒钟内摧毁英国网络 英国每日电讯 据网络安全公司Ironet的负责人林达·泽契尔表示 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国家的网络恐怖分子 正在利用人工智能AI创建可以在几秒钟内破坏网络的计算机病毒 他表示 对抗这种攻击的最佳方式 是政府和私营公司共享关于攻击和黑客技术的匿名数据 Ironet将与乌克兰政府合作 帮助其抵御网络攻击 该公司还与英国企业和美国海军签订了合同 这种攻击每年给英国经济造成约270亿英镑 约合378亿美元的损失 随着科技巨头裁员 创新可能会回归到它的起源 车库 加拿大环球邮报 科技行业的大规模裁员并不会必然导致产生大创意的能力下降 知识的分散化或民主化将使创新回归到车库的起点 正如科技巨头比尔、盖茨、保罗、艾伦和史蒂夫、乔布斯 开始他们的创业一样 与他们的前辈不同 下一代创新天才将拥有更强大的工具 即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使创新者能够快速失败 测试假设和结构 然后再进入测试版和更高阶段 怪物来了 我们将如何应对 多伦多星报 多伦多律师、电影制片人和音乐家杰里 列维坦Jerry Levitan表示 社交媒体、人工智能、算法和民意调查数据的兴起 已经将民主转变为一种颠覆事实信息、现实和共同利益的操纵力量 列维坦认为 政客和特殊利益集团正在利用这些工具来操纵选民 做出本能的反应 而不是投票给某事或某人 他建议教育需要一场革命 教孩子们如何研究、阅读和批判性思考 以便使他们能够驾驭现代世界的复杂性 小偷从这名女子那里偷走了价值1000美元的Optimum积分 以下是如何保护您的积分的方法 加拿大CBC 根据一位专家的说法 加拿大积分消费者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欺诈风险 欺诈管理公司SIFT的Kevin Lee表示 越来越多的应用程序提供了自己的积分计划 为欺诈者或犯罪分子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盗贼获取积分的两种主要方式是 在多个网站上使用相同的密码或者利用数据泄漏 2018年 PCOptimum成为欺诈犯罪的目标 该公司表示欺诈案件有所减少 部分原因是客户保护了他们的信息 该公司建议客户使用独特的密码 并在电子邮件账户上启用两部验证 由Synaplex和Scotiabank合作的Syn加奖励计划 也敦促消费者要良好的密码卫生习惯 并定期监控他们的账户 中国团队利用数据和人工智能 帮助预测痴呆症发病前15年 南华早报 中国科学家通过分析患者的血液样本 迈出了预测患者在症状出现前15年内患痴呆症风险的重要一步 科学家们利用超过5万人的数据库 识别与不同类型痴呆症发展风险相关的蛋白质 并借助人工智能创建了一个预测模型来评估疾病风险 血液检测用于诊断阿尔茨海默病等痴呆症的方法 越来越受欢迎 为英国的不好的人口结构欢呼三声 英国每日电讯 英国人口老龄化引发经济问题的担忧是陈旧 落后和完全错误的 Fisher Investments创始人肯费舍尔表示 他认为老龄化人口是进步的标志 而不是障碍 并指出随着经济发展 人口自然会变老 但并不会阻碍经济增长或股市收益 费舍尔还指出 老年人投资 为资本主义的增长提供资金 并且通常会在70或80岁继续工作 他得出结论 人口趋势演变缓慢 市场有足够的时间来适应未来的现实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也是你们熟悉的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新闻 首先我们谈到了一个名为EACC运动的人工智能 AI内部团体 他们希望能够加速AI的发展 这引发了与AI安全运动之间的分歧 其中后者更强调 谨慎和先进AI的潜在危险 不过 这两个运动都由科技行业的专业人士组成 他们相信AI的潜力 只是在风险和谨慎的观点上存在差异 这场冲突的结果可能对AI和整个人类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搜索引擎的变化 根据德国研究人员的研究 谷歌 B-In和DuckDuckGo的搜索结果质量正在下降 这使得真正有用的内容被压制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一些公司推出了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AI的聊天机器人来改变搜索的方式 然而 这些聊天机器人也存在一些问题 如准确性和可靠性 所以 建议大家尝试多个聊天 机器人病比较结果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英国的Graphcore公司 正在考虑向外国买家出售 以获得新的资金支持 这家公司专门从事人工智能技术微芯片的研发 但一直难以获得收入 并且亏损不断扩大 这引发了外界对于国家安全的关注 然后 我们谈到了体育新闻 威斯康星大学的篮球队在最近遭遇了一些困难 但一位分析师认为他们有可能在NCAA锦标赛中取得突破 这显示了体育中的不确定性 也让我们看到了运动的魅力和乐趣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 一张不太好看的高尔夫照片是使用人工智能修改的 但事实核查人员已经证实这是错误的 这再次提醒我们在使用和相信科技时要保持警觉 然后 我们谈到了英国和其他国家合作向乌克兰提供人工智能无人机的消息 这些无人机可以在没有人工操作员控制的情况下攻击俄罗斯目标 这将对乌克兰的国防产生重大影响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威斯康星大学的四分位泰勒 范黛克将加入威斯康星大学的消息 他的加入可能会给球队带来新的活力和潜力 这让我们期待着他在球场上的表现 然后 我们谈到了一个关于人工智能妈妈的故事 一位创意策略师开发了一个名为妈妈的人工智能 帮助他从童年的创伤中疗愈 这引起了对于人工智能关系的讨论 他们是否可以成为治疗工具 虽然这种关系不能替代真正的人际关系 但它可以给予一些情感支持和康复 然后 我们谈到了EA Sports正在恢复其大学橄榄球游戏 EA College Football 25的消息 这个消息让我们回忆起科技巨头们 从车库开始的创业故事 并期待着下一代创新者的出现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网络安全的问题 一位专家表示 加拿大积分消费者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欺诈风险 他建议大家使用独特的密码 并定期监控他们的账户 以保护自己的积分 最后 我们谈到了中国科学家利用数据和人工智能 来帮助预测痴呆症的发病风险 这项研究可能有助于早期检测和治疗这种疾病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总结 我希望能给您带来一些有趣的资讯 现在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参与讨论 提出您的想法和问题 您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